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 矮个子的你如果想生一个高一点的宝宝 那就得找一个高一点的另一半了 同时也得注意孩子后天的营养 性格遗传受爸爸的影响力要比妈妈大 孩子的性格主要会受到父亲的影响 这其中有先天的成分 但更多的还是后天的影响 其中父爱的作用对女儿的影响更大 因为父亲能传授给女儿生活上的许多重要的教训和经验 使女儿的性格更加丰富多彩 在女儿的自尊感 身份感以及温柔个性的形成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身高不高的宝宝有30%可以努力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改善 如果父母肤色比较黑 但不想遗传到孩子身上 在孕期孕妇就要多吃番茄 葡萄 苹果这类含有维C的食物 因为维C对可以移植黑色素的产生 减少黑色素沉淀 父母体肤干燥 不想让宝宝受这份苦孕期 就要注意补充维生素A 发质不好 怀孕期间可多吃 含有维生素B的食物 可以使孩子发质得到改善 不仅浓密 无黑 而且光泽油亮 父母的基金确实会对宝宝的相貌和性格 起到一定的遗传影响 终于知道多多那么优秀是谁的锅了 因为他有两位优秀的父母 但是这也离不开黄磊夫妇对他的后天教育 不管怎么样 所有的宝宝在爸爸妈妈心中 永远都是最好的那一个 本门由玉耳摇篮经元创 欢迎关注